前方是一片浩瀚的雷霆之海 无尽的蓝色雷光充斥着视线的每一个地方 上连天空 下接地面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无尽的雷光游走 湛蓝的雷霆太多了 如同游蛇一般 而这些游蛇聚集在一起 才形成了这浩瀚无边的雷霆之海 这简直是大自然的奇观 所有第一次看到雷霆之海的人 都会深深地被其震撼 同时感慨自身的渺小 也会好奇 如此恐怖的雷霆之海 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走吧 在秦晨的带领下 一群人进入到了雷霆之海中 进去之后 游千雪和姬如月之才发现 眼前的雷霆之海虽然震撼 但是外围区域的雷光 其实并不厉害 只是相当于七劫武王的雷劫而已 也就是说 进入雷霆之海最低的修位 是武王修位 低于武王 瞬间就会被外围的雷霆轰成击粉 但是 这并不说明 只要高于武王境界就可以进来了 武王的雷劫 最多也就是三九雷劫 可这雷霆之海中 雷电却是无穷无尽的 无时无刻 不落下的 因为武王级别的人 往往只能在这雷霆之海外围 待上片刻而已 真正要进入这雷霆之海 进行不坚断的修炼的 至少也得武皇以上 当然 对秦晨一行而言 外围的雷劫 并不算什么 一道道雷霆轰在他们的身上 秦晨几人只觉得身上麻麻的 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可他们的脑海之中 却浮现出了一种浩渺如烟 浩瀚无边的感觉 并且 秦晨他们一进入雷霆之海中 便感受到了一种 萨萨的凄苦之声 在雷海中雾眼 就是以秦晨如此心智 也有了一种淡淡的哀伤 似乎看见了雷海之中 无尽的枯骨和亡魂 要将他们吞噬 将他们拉进无尽的炼狱之中 好可怕的雷海 事实上 如果秦晨没有雷霆血脉 或者他一路而来 没有经历过恐怖的雷劫 那他的心神 在这雷霆之海中 还真的难以永远保持惊喜 不过 现在他当然不去 虽然他只有 九劫初期巅峰的修为 可是 他的心神 已经是极其坚固了 就是杜劫的时候 心魔都难以对他造成影响 除了在五帝雷劫之时 他经历了一次心魔劫之后 他再也从未经历过心魔劫 因为他的灵魂无比的强盛 意志也是万分的坚定的 并且 自身拥有的血脉 就是雷霆血脉 普通的心魔劫 对他来说 根本就是虚幻 秦晨一声长笑 雷霆血脉微微一转 心神 顿时为之一清 周围那凄苦的乌烟之声 在秦晨的耳边瞬间消失 更让秦晨震惊的是 自己的雷霆血脉 在这雷霆之海中运转的时候 莫名地感觉到了一丝丝的惊悚 轻易间 就将自己的血脉之力 运转到了全身的每一个地方 那种举重若轻的感觉 就好像是一个人 从大陆来到了水中 身体的重量 一下子轻了许多 秦晨顿时就是大喜 看来自己 来着雷霆之海是来对了 之前他一直找不到 让血脉之力 融入全身的方法 说不定 在这雷霆之海中 还真的能做到 当务之急的是 先找一个 适合自己闭关之处 你们几个怎么样 秦晨随后立即 就看向了幽谦雪三人 好可怕的雷霆之海 幽谦雪和姬如月的脸上 都有着惊叹之意 他们显然也听到了 那凄苦的乌烟 不过 这点乌烟 对他们来说 同样也不算什么 微微运转功法 或者血脉 就能轻松地取除了 这是因为 两个人的意志 同样无比坚定 坚弱磐石 若是换作普通活者 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过 北条乃是 治阳治刚之物 代表刑法 代表天险 足动天火一般 应该能净化一切 误会之物 可是为什么这雷霆之海中 会有这种影响神魂的 凄苦乌烟之声 腰牵雪的脸上 有着疑惑 这雷霆之海 一向都是如此诡异 你所说的 五欲很多人曾经都研究过 但是始终没有结论呢 傅乾坤笑着说的 他曾经来到过两次雷霆之海 这里的雷霆之力 自然不能给他带来丝毫影响 那我们走吧 秦晨身心一晃 在无尽的雷霆之中 带起了一道涟漪 向着雷海深处 不断地掠去 伴随着秦晨一行人的进入 里面的雷霆之力 也在缓缓地增强着 秦晨手里有着葛洪森 给的雷霆之海地图 这地图虽然不是 雷霆之海的全貌 却也能指出它的方向 事实上 在雷霆之海中 简单的地图 根本无法描绘出 雷霆之海的位置 必须结合空间力量 以及这雷海中的雷霆潮汐 才能粗略地辨别出方向 雷霆血脉自动运转 周围那乌烟的雷海 已经变得平淡无奇 秦晨四人 就好像是在一片普通 却又无边无际的雷光中 飞行一般 众人很享受 这种雷海中的飞行感觉 天地间的一切 都化为了虚无 只有那无尽的雷光涌动 苍凉中带着一丝浩瀚 让人感觉到无尽的渺小 也让人知晓天道的可怕 在这里 每一个人内心 都有一种想要仰天大吼 尽情发泄的心情 沙哑 一声蕴含着无尽杀意的凄厉吼声 从头顶传来 秦晨四人忽然停下了身险 同时 众人感知出现了 一名身穿土黄色武袍的男子 只见此时这名男子身上的武袍已经破烂不堪 手中挥舞着一柄战刀 一路疯狂地挥舞 仿佛在他面前有着无数敌人一般 可事实上 他的眼前只有无尽的雷光 他面前的无尽雷光 在他的攻击下 变成了一团团的雷光 惊起了无数的涟漪 一团团雷光炸开 爆发出了惊人的气势 可随着他人略过 先前被轰开的雷光 已经在雷海的波动之下 恢复了平常 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那男子不断地嘶吼着 土黄色的战刀 更是卷起了一道道土系的归色光芒 可是 他的身边没有任何的东西 也没有任何的阻碍 他就像是一个风魔一般 神志不清 神少真怎么了 幽谦雪吸了一口气 手中擒出武器 想要阻拦对方出手 当我来 秦辰阻止住了幽谦雪 他刚准备上前出手 擒拿住对方 就看见那名男子 突然扑倒了下去 手中战刀 也一下子抛飞了出去 那男子倒下之后 身上一层淡淡的真原护照 彻底散开 而后 整个人被周围的雷光瞬间烧着的焦黑 身上霹雳啪啦地冒着火光 来不及了 他已经死了 秦辰暗自心境 神识扫过 就发现这名武者已经陨落了 没有了一点的记性 这是一名出奇无敌 竟然因为在雷霆之海中迷失了自己的心神 最后在幻觉中厮杀到真原哭泣而死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呀 也不知道他厮杀了多久 也不知道究竟催动真原施产了多少次的攻击 一道道雷光不停地落在这初期五帝的身上 渐渐地这名初期五帝身上的衣袍被灼烧成了灰飞 身体也渐渐被轰得军裂起来 数十个呼吸之后 先前还在这里的那名男子 已经被雷光轰成了一块块的焦黑碎块 慢慢地散入了雷海的各处 雷海一如既往 像是一片无尽的海洋 而那男子也渐渐地消失了 被雷光吞噬 或许要不了多久就会灰飞烟密 所有有关他的一切都会化为虚无 只留下一些储借之等 不会被雷光毁灭的东西 虚空中 那一柄战刀漂浮在那 被雷光一次次的轰气渐渐地飘走了 这成为了那个男子之前存在过的唯一证据 而或许数十上百年后 这柄战刀也会在雷霆之海的无尽雷光下回去 成为一柄废掉的武器 再过上千年彻底化成灰飞 在雷霆之海中只有真正的地病才能保存更长的时间 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存下来 见证这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个无尽 此人是被雷霆之海中的乌烟给迷惑住了 进入了幻觉 失去了理智 秦晨轻轻叹了一口气 雷霆一如既往继续翻腾 秦晨站在了雷霆前两脚 没有动作 他没有去取那名武者的任何东西 就是他的锄戒指和战刀 秦晨也没有动作 他只是从那战刀刀柄上看到了一个荣子 这有可能是这名武帝的名字 也有可能是对他来说特别有意义的人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 一个初期武帝 在这雷海中死得莫名其妙 或许他身前是个名声显赫之人 甚至在某个地方纵横一方之人 威风凛凛 或许他的背后还有人等着他回去 可是如今他却在这无穷无尽的雷海中死去了 如果不是秦晨一行人看见 或许他死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这也更加警示了秦晨他们要在这里万分小心 在这里除了雷霆的可怕力量之外 心智也是无比重要的 每年因此陨落的武者不计其数 所以一旦发现自己坚持不住 就绝对不能继续神入 而是需要让心神宁静下来 屏除杂念 秦晨默默说道 妞千雪和姬如月 此时才明白雷霆之海的可怕 此地虽然是个历练的好地方 但是也是个十分危险的禁地 武狱中的几大禁地就没有好相遇 不过此地还不算是特别深入 以此人武帝修为 应该还不至于迷失啊 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呀 傅乾坤突然有些疑惑地说了一句 秦晨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疑惑 他们现在来到的地方还不算特别深入 武皇强者或许会遇到困难 但是对于武帝而言 应该不至于迷失到完全失去自我呀 秦晨等人继续地深入 越深入雷霆之海 众人就感觉到一种隐隐的呼喊声 在耳边萦绕 像雷海中雷光涌动的呼啸声 又像是炼狱中的一个绝望的冤魂 在雷海的深处飞弃着 秦晨他们又深入了半天 才明白为什么之前那个人会在雷海中迷失 因为雷海中的无形迷惑之力 比起当年他们进来的时候 强了何止数位 如果是一个人行走的话 在这雷海之中只需要时间一长 那种孤寂无处的感觉 就会逐渐地占据自己的心神 时间越长 感觉就越深 如果一直不去解决 到了最后爆发起来 就是心智再坚定之人 也会迷失在这雷海之中 不过 秦晨四人还好 这点程度的感觉 还是无法影响到他们的感知的 不知道 这雷霆之海的变化 和的空间封印有没有关系 秦晨他们的脑海中 冒出了一个念头 但是很快地 又抛在了脑后 半天之后 秦晨等人终于来到了一处地方 这是一片滔天的雷海 无尽的雷光在翻涌着 化作一条条的怒龙 在咆哮着 这是雷霆之海中 雷光极其暴乱的地方 但是对于秦晨来说 却是最佳的修炼之地 我要在这里修炼了 你们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 找个自己修炼之地 和傅乾坤他们商量好之后 秦晨便进入到了雷光之中 顿时 一道道恐怖的雷光 披在了秦晨的身上 让秦晨浑身都感觉到了 嘶嘶嘶嘛 那雷光涌入他的身体里 全身上下血液都在翻滔 真是个变态啊 傅乾坤本来也想进入 这片雷暴中修炼 可是刚进去没多久 就灰溜溜地跑出来了 他的实力虽然要比秦晨强 但是不曾修炼不灭圣体 没有雷霆血脉 对抗雷霆之力 还真未必有秦晨强 只能另找他地 至于忧先雪和积如月马 也是无法进入雷暴中的 他们两个受到修为的限制 所修炼的地方 比起傅乾坤来说 要更加的温和 雷暴之中 秦晨并没有直接修炼 而是利用天空万转 阵盘的那种神秘禁止阵珠 先行布置了一个锁雷大阵 有了这锁雷大阵 秦晨不需要更加的 深入雷霆之海 就能不断地增加雷暴的威力 让自己的修炼 更加的自如 就在秦晨盘膝坐下 刚准备修炼的时候 秦晨造化玉碟中的小蚁和小火 突然传来了阵阵的搏斗 我怎么把这个小家伙给忘了 秦晨笑了一下 将小蚁和小火放出来 一群士气蚁和火炼虫顿时欢快地 在这雷海中涌动起来 老大 我们自己修炼去了啊 一群火炼虫和士气蚁 在小蚁和小火的带领下 纷纷没入到了雷霆海之中 秦晨这才安下心来 开始全力催动雷霆血脉 感谢观看